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为和防暴对报料以肖战名头宣传 片方已承认肖战不解 近日,在电影市场话题度比较高的电影里 就有王一博和黄景瑜等联合主演的维和防暴对 网上众说纷纭,评价褒贬不一 然而接到网友投稿 这部电影居然还以肖战的名头来宣传 在宣传版里大大方方出现了肖战的名字 说实话有一点莫名其妙 值得一提的是 询问得知 这是片方的一种宣传手段 实在是不能理解 尽管是肖战和王一博的共同粉丝 但还是没有必要将肖战的名字牵扯进来 据悉 网上爆料王一博和黄景瑜等主演的新电影 维和防暴对居然以肖战的名头来宣传 在宣传版里 大大方方出现了肖战的名字 尽管这一次依然是和王一博捆绑起来 但是出现肖战的名字就感觉很突兀 不能理解 另外询问得知 片方承认这是宣传的一种手段 这就更加不能理解了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很无语 过分的话在这里就不转述表达了 都看不下去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前段时间已经辟谣包场支持这部电影 肖战也没有进行任何形式上的宣传和转发 就是不想牵扯进来 然而没有办法 肖战太红了 总有人想将肖战牵扯进来 从而给电影带来强大的流量和热度 总之祝福肖战 人红是非多 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更不用说肖战有自己的新电影 主演的射雕英雄传就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不见不散 肖战很棒 未来可期 肖战霸气实现破圈 著名网红帝师赞叹肖战超级顶流 没有对手 近日在网上看到了一段关于著名网红帝师对肖战的评价 大家都知道 帝师算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 提到肖战的时候 也是对肖战赞不绝口 直言肖战就是娱乐圈里的断崖 是超级顶流 能够让这么多圈子都赞叹肖战强大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肖战破圈的能力有目共睹 值得一提的是 帝师还强调肖战在娱乐圈里根本没有对手 因为后面的艺人和肖战的差距非常大 有50%的差距 据悉 青年演员肖战又一次实现了破圈 让众多圈子都来认识和了解肖战 不得不佩服肖战强大的影响力 号召力和人格魅力 这一次是著名网红帝师 相信有一部分粉丝都听说过 提到肖战的时候 帝师也是自信满满称肖战就是娱乐圈里的断崖 是超级顶流 在真实数据面前 肖战就是流量最高 影响力最大的顶流 根本没有对手 因为后面的艺人和肖战差距很大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并不在意所谓的数据 也管不了其他人是如何评价肖战 只知道要做好自己 对肖战没有二心 想一直陪伴和支持肖战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么多的流量和热度 是颇天的富贵 很明显不是 没有经典作品源源不断输出 没有正能量影响力的持续扩大 肖战也难以成功 总之祝福肖战 如今关注和认可肖战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不是娱乐圈里的人也都会关注肖战 没有办法 肖战话题度太高了 适当之无愧的顶流巨星 肖战很棒 未来可期 肖战递广被排队打卡 品牌有史以来最浓烈的爱之给了中国的肖战 万万没想到啊 五一黄金周出行 很多人必备的景点选择竟然是肖战的商务的广 最搞笑的是上海静安寺的肖战地广竟然还有保安站岗 大家排队打卡 打卡游客一个一个的被放行 很多路人都惊呆了 这确定是肖战的广告牌而不是世界名画吗 肖战地广已经坐实了潮流单品的身份 不仅各路网红博主纷纷到肖战地广前打卡留念 甚至高端杂志也积极参与 特邀上海、成都、北京三个的知名博主们 打卡肖战演绎的故事广告牌 分享自己的Citywalk大片 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 更多的路人也纷纷参与进来 让自己也敢一波时尚潮流活动 广告大屏成为打卡胜地 内于肖战独此一人 股池这个品牌真的是把最炙热的爱都给了肖战 股池肖战携手五在再续新章特别企划目前 已经有45家全球时尚媒体跟进报道 肖战不仅仅是股池品牌的金铜 也是全球时尚媒体的金铜 这争相报道的国际热度和讨论度 实证了肖战国际影响力的真实与扎实 全球全平台宣发的盛大阵仗 大地往全面铺开的牌面 让全世界都看到 品牌有史以来最浓烈的爱之给了一个人 他就是来自中国的肖战 值得一提的是 泰国女星还转发了肖战股池的广告宣发视频 看似普通的转发实证了肖战的国际影响力 更上一层楼 在商务时尚领域 肖战的影响力绝对是内鱼独一无二的存在 全球瞩目 巨星牌面 与内地很多艺人区域特工代言人相比 肖战的待遇任谁都看得到 肖战就是内鱼之光 很给中国艺人长脸 作为内鱼目前最火的艺人 肖战被称为超级顶流 断层顶流 肖战超高国民度带来的超高关注度 和各种的广的有效铺设给品牌 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从粉丝和路人的角度来看 肖战如此美好的一张脸就应该铺满大街小巷 就应该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张盛世的中国脸 中国的肖战 世界的脸 肖战就是中国向世界打出的一张亮眼 最为了一个很专利的名片 最为了一张亮眼 最为了一张亮眼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